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说我成故事 看下月历,又是准备进入农历七月 是时候跟大家讲讲那天的都市传说 话说在1968年1月8日的九龙天光岛 警察宿舍出现了闹鬼事件 据说一个身穿白衣的无头鬼 在前一天的凌晨 误会还是有心闯入警卫室 进入警卫室,当然吓得当班警员目定口呆 不如我们详细看看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当晚凌晨三点左右 天光岛宿舍警卫室的两个警员 忽然看到一个穿白衣的人形物体 或者我们暂时当他是一个人 这个人很急地冲向警卫室 当然被当值的两个警员叫停 然而这个人完全无理会何止继续冲入警卫室 两个警员当然立即上前阻止 并且有意图拔枪之制 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全身动不了 虽然神智清醒 但就是个人完全动不了 而两个警员在那一刹栏 就会发现原来那个人是一个无头鬼 过了一阵后 一个陈胜的高级警员陈佳去到警卫室前面 那个无头鬼就从警卫室冲出来 跟那个高级阿sir撞到正 当那个高级阿sir跟警卫撞到正 阿sir正想大骂 什么人那么失魂 为什么无故突然冲出来 那个无头鬼就已经消失了 无影无踪 后来一堆人走到警卫室 并且问那两个警员 当晚究竟发生什么事 两个警员当然只能大叫 有鬼呀 到后来这件事 已经搞到全个警署都知道了 而警方当然一直都只能对外声称 事件仍在调查中 究竟属真属假 就由听众你自己判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